弹雕是一门神奇而特殊的艺术 融合雕刻功底与扎实的绘画技巧与一体 彰化艺术馆自集日起至5月12日 展出艺术家廖启正老师的 如履薄冰的弹雕艺术 作品超过200件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享受 弹雕所带来的艺术饗宴 这次是如履薄冰 意思就是说 做这个弹壳雕刻 战战兢兢的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失败 失败就做会了 非常非常地欢迎各位观众 前来参观 让你们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现在人们都不可思议 这里有耐性 这里有耐心 这样软薄薄 起到这里油 不简单 相当欺费 廖老师在雕刻蛋壳方面 有独特才华和无限想象力 其中作品七层蛋中蛋 运用七种不同种类的蛋 层层雕刻 层层有惊喜 刻刻不一样 并观赏者想不透到底是如何将不同种类的蛋层层堆叠创作而成 那真的 官长怎么敢 贵州 谁来的是哪里 是哪里 不倒 对啊就是比较旋转 有时可以哦 我要做一个七个蛋中蛋 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 但是 要说几分钟几十分钟 就把它解释完成 就是很困难 你来来 原生的蛋中蛋 我用大家的这个概念 来跟你解释 说给你们听 那時候我們也很高興 我也很高興 但是我說 我也要了解怎麼行程 所以我去查資料 我再去中心大學的教授 我再請教 他幫我解釋 他說 這隻雞本來 在那裡 已經行程等了 要生出來 但是受到極大的驚嚇 就是有那麼一點點的機會 這個機能再走進去 走到他的蘇聯館這邊 他的體內 他的感覺說 我這裡還有一顆蛋黃 所以他慢慢再行程 但是他行程中間這個 就沒有蛋白了 所以養殖婦覺得很納悶很奇怪 就拿著點著照 裡面還有蛋中蛋 廖啟鎮老師的蛋雕作品 有充滿氣與宣昂的唐詩宋慈之美 有氣韵生動搖曳風姿的花草樹木系列 有結合俄羅斯蛋雕的珠寶照片系列 有高難度層層堆疊的蛋中蛋系列 還有氣勢磅礴的八巨馬 也將部分蛋雕結和七彩藥力低燈光 打造出跟以往不同的視覺享受 精彩豐富 歡迎民眾一起來細細品味 公益頻道黃詩婷彰化採訪報導